在座的各位 買金融商品之前三思好好研究 你不好好研究 就是被銀行整晚吞走 真的你們未來有一天賺錢了 戶頭裡有點錢了 你們一定會遇到銀行行員 來找你們聊天 開始跟你天花亂在介紹 他介紹的時候 心裡面是希望你賺錢的 但是他心裡面同時也知道 你可能會賠錢 銀行推薦你買的東西 穩賺的永遠永遠都只有銀行 所以你加碼沒股嗎 其實我搞定賣掉特斯拉 我買特斯拉將近三年的時間 我第一次搞定賣掉 因為他說 應該把台灣設為一個特別的行政區 防止與中國的衝突 所以一樓馬斯克他不是個腦材 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因為根據日內瓦公約 作為開戰國 國際對你的 對開戰國的懲罰是非常嚴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次俄羅斯 這次俄羅斯也不敢說開戰 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說這是特殊軍事行動 為什麼 他想要規避戰爭法 他想要規避國際對他戰爭法 開戰國的處罰 所以他說是特別軍事行動 然後你看一下國際怎麼處罰 現在全世界都在對俄羅斯 進行那個什麼 叫什麼 制裁嘛 經濟制裁 可是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方 在進行戰爭 為什麼都沒有被制裁 因為那些戰爭的地方 絕大多數都是內戰 都是國家的內戰 國家內戰戰爭法容不大 所以你一旦把台灣列為 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軍 那之後中國要對台灣開戰 那就是一如翻戰 那打黑尾就是內戰 你懂嗎 所以伊隆馬斯克講這種話 我覺得非常腦腸 我相信他不是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相信他知道 但是他為了賺中國市場的錢 或者說他的超級工廠在上台 他必須說這些話 等他一旦他說出這些話 我認為是一個警訊 代表他媽 他特斯拉沒料了 那特斯拉大概就這樣 後面得看中國的臉色 對吧你今天真的很屌 你好比你是蘋果 你真的很屌 你為什麼要看中國臉色 中國人都一直嘴啊 都說支持國貨啊 每個人都在用蘋果 對吧為什麼 因為蘋果有料啊 之前不是很多迷因梗嗎 就是人家在那邊嘴一嘴 都在嘴蘋果啊 然後最後被人家發現 文章底下 來自蘋果iPhone12 Pro 對不對 你懂嗎 那特斯拉要去捧中國的懶趴 講這種話 講這種違背邏輯的腦殘發言 就這件事情說明兩件事 第一特斯拉沒料 第二 伊隆馬斯克他根本不懂情況 就隨便發言 但無論是哪個情況 我認為他都是我賣掉 股票的一個考慮因素 但我還沒做決定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真的買了快三年 我第一次決定要 第一次想要賣特斯拉股票 我可能會賣掉一半 他爸打起來沒經面坐車 廖姐姐你沒聽懂我說什麼嗎 你讓台灣納為中國的特别行政局 那才會真的打起來 要嘛台灣把雙腿打開 給中國強姦 要嘛就是打起來 那你想被強姦嗎 不想嘛 那肯定會打起來嗎 所以之前那個什麼 國民黨一直要推什麼 跟中國全和平調業 我們簽和平條約為什麼不簽 簽和平條約台海就和平了 腦殘 美國說阿共打來優先保護台積電 工程師怎麼看 有這樣講嗎 但這樣講也是實話 因為現在晶片就是武器 晶片等於武器 所以你可以把台積電想像成 他是一個軍火製造商 在美國眼裡 台積電是一個現代的軍火製造商 所以台積電工程師如果被拐走 好比馬中國打下來把台積電工程師全部拐去新疆 在新疆開個台積電 新疆教育營在那裡建廠 在那裡產晶片 那美國不是被打翻喔 那世界霸權可能會換人當 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世界霸權的地位 所以拜登已經在 他上任至今 他已經說過三次了 只要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會出兵 他上任到現在已經直接表示過三次了 我有印象的時間裡面沒有任何一任總統說過這種話 但是在這兩年台積電的重要性 從他股價就看得出來 他的重要性已經被全世界看見了 所以拜登才會說出這種話吧 這幾天股票好像蠻痛的 哇操我猜真準 跌了四彎 哈哈 昨天又崩了四彎 感覺現在是什麼核彈危機了 大家都在落寶 不過我的觀點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我應該今晚 今晚再跌我還會經常買 因為真的核彈射出來 那你錢拿在手上有沒有用啊 核彈射出來就大家一起死一死 大家抱著一起死一死 錢在手要幹嘛 就很多人想著核彈危機了 股票要崩盤了 我錢先抱在手裡 他抱在手要幹嘛 人都沒餓 抱著要幹嘛 就跟當初COVID-19一樣嘛 那時候每股瘋狂熔斷剩下一萬八千點的時候 我還是在買啊 最低到一萬八嘛 我到兩萬二還有在買 不要說兩萬二 跌到兩萬五 兩萬四 兩萬三的時候 那個都一兩天的事欸 一天跌一千點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這個世界末日啊 這個股票要炸了 沒有人敢進場 但我還是去買啊 我心裡面想的就是 如果疫情再炸下去 股票跌到剩五千點 那我認為 這個經濟已經爆炸了 錢在手上也沒有用了 貨幣已經不是貨幣了 那在那斯達克 昨天被農跟失業利益公布 我直接陪十萬這次 會脫離現在經濟不好 意義等CTI公布再買嗎 沒事兄弟 你賠十萬 我賠一百二十萬 四萬一乘以三十 我賠一百三十萬啊 沒事 看看我的下場 比你還欺賞 希望你心裡好過夜 對吧 不要人在天堂錢在銀行啊 中國常常常有那種農村銀行喔 就放很高的利息 在騙人家存錢 他存一存領不出來 很像直銷老鼠會 現在中國的農村銀行 在幹這種事啊 就把利息弄得很高 啊年利率20% 幹你娘丟掉了 現在美元定存最高最爽 也才3%多 4% 你他媽中國農村銀行可以給20% 欸我是死了 汪貝哥打死了 沒水了是不是 靠夭啊沒水了 這個真的建議 夜頂在現場這次會破超低 美國國債破新高三十幾兆 美元瑞士資金貼口上 建議然後房價會開始敗 啊你這麼厲害怎麼沒有做工 還賠10萬 欸有時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睛看他的東西啊 你現在是賠錢了才相信嘛 你是結果論 你賠錢了相信他會賠更多 你才止损 你為了規避風險你才這樣騙自己 是吧 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 你真的這麼確定還會再破底 真的確定那個瑞士千億資金缺口 會撼動美國的經濟 那你昨晚就做工了啊 怎麼會賠10萬 你是賠10萬之後才看清這些事情嘛 那你就是結果論嘛 對吧 你就是透過你賠10萬的這個結論 來認定那個瑞士的千億資金缺口 美國的再超過什麼上兆什麼激發的 但事實上是什麼 在我看來這個是核彈跟石油危機通通問題 跟那個什麼資金缺口都沒有關係 冷靜一點冷靜一點 我不再整理啦 就很簡單的邏輯 如果你講得這麼對 那你昨天怎麼會賠10萬 你平常對自己有自信 但是關於經濟 關於投資 尤其是股票 債券 融資 期貨這些東西 不要鐵口之斷 會害死你自己啊 沒有人是絕對對的 絕對對的 你現在資產好幾十億 住在地堡啦 如果你真的都看得這麼準的話 再強調我沒有 我沒有要問你一下 兄弟 對於這種股市這種東西 你不要這麼自信 你這麼自信會害死自己啊 冷靜 兩個字冷靜 我懂我給靠海之前 就是要冷靜思考一下 我有朋友在銀行當投資分析他們的行長 說這次經濟只愛008年 台幣 對銀行來說 經濟就是投資人 願不願意買 但並不代表現實的經濟狀況 對銀行來說 什麼是經濟 台灣投資人 願意買他們的金融商品 就是經濟好啊 不然你以為銀行靠什麼賺錢 你以為為什麼台灣的金融業 每個都賺得盆滿多滿 因為台灣的投資人好缺啊 買保單 買債券 買期貨 買付委託 那個手續費管理費 抽的真的是滿腦肥腸 你仔細比較一下 每股ETF 買VOO 買SPY 買QQQ 這些管理費每年大概0.09%吧 沒記錯的話 每年管理費0.09% 台灣的0050 0056 這些ETF 你真的去撒一下 你光自己去買 那個管理費每年是0.45%吧 就大概是美國的五倍 五倍還九倍我忘記了 反正差好幾倍 你給美國的券商 你給美國的金融機構買金融商品 他管理費只收你台灣的五分之一 或者是十分之一 這種感覺 講簡單一點你現在住的大樓管理費 一瓶100塊 在美國一瓶只要15塊 你懂嗎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沒有任何區別 甚至美國的人力成本 還比較高喔 美國人力成本還比較高 然後管理費只要你的好幾分之一 在座的各位 買金融商品之前三思 好好研究 你不好好研究 就是被銀行整晚穿走 真的你們未來有一天賺錢了 戶頭裡有點錢了 你們一定會遇到銀行行員 來找你們聊天 特哥特哥來做做做 我們這邊有個商品 要推薦給你 我們看你最近應該有考慮投資吧 不然你戶頭放這麼多錢 其實每年的通貨啊 通貨膨脹啊 2%其實吃掉了 很可惜 不如你們做這個投資 來我介紹你這個花旗啊 什麼 超級什麼聯通 什麼雞巴勒 開始跟你跳花旗在介紹 他介紹的時候 心裡面 是希望你賺錢的 但是他心裡面同時也知道 你可能會賺錢 但是他還是希望你買 因為你買下去才有業績 銀行推薦你買的東西 穩賺的永遠永遠都只有銀行 因為你們想一件事就好 銀行最多就錢嘛 滿坑滿股金庫 全部都是投資人的錢嘛 全部都是德兵的錢嘛 對不對 他們錢這麼多 說如果這東西穩賺了 他自己買就好啦 他自己買就好啦 為什麼要讓你買 讓你買有兩個原因 第一啦 我講好聽一點 分散風險 就是這錢我們銀行自己出馬 賠了我要自己賠 這是往好的風險 壞的方面是什麼 這東西買的不一定賺 但是你買我們穩賺管理費 手續費 對銀行來說是穩賺的 可能之後大家一定會遇到啦 除非你們一輩子不存錢 一輩子都當月光股 不然你銀行有點錢 你賺就找上來了 但其實他們說的也不錯 錢放的確實會被通膨一直吃掉 但是選擇商品的時候 不要他們說買什麼就買什麼 因為對他們來說 可能某些商品管理費很高 他們可以賺很多 業績賺更多 就不要他們叫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請切記銀行專員找你們 的目的就是他想要賺錢 然後當然啦 他一定也是希望你賺 他當然不會希望幹你娘的撩撩 100萬買完剩50萬 爽 我在心裡5萬管理費 舒服 他們當然不會這麼邪惡 他們當然是希望 希望你買這100萬 好明年變120 10年後變150 然後我們也抽個5萬的管理費 大家皆大歡喜 跟投資有關喔 遇到的時候 不管是人家找你 或者你在網路上找到的機會 或者看新聞看到的 新聞都很常講 哇三年股神 50萬起手 三年後三千萬 什麼什麼 是不是吹得很厲害 就新聞都講得好像 你照著做 你也可以當股神 這個時候問自己一句話 幹這麼好賺輪得到我嗎 你吃比較壞的 真的啦 這麼好賺輪不到你啦 真的 這麼好賺是輪不到你的 除夕於選不要買長接 其實我認為 可以買的投資商品 第一 美國債券 第二 美金定存 第三就是儲蓄型 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懶 你也不想去管 然後你又不想被通膨吃錢 這套通膨是什麼 基本上是 通貨膨脹每年2%到3% 也就是說 你手上 如果100萬現金 你都不動他 明年他會等值 剩下98萬 97萬 今年可以買到100萬的房子 明年只能買到90幾萬的房子 大概是這樣 每年都在地檢 所以人才要去做主動的投資 那投什麼 我剛剛講的那三個 美國國債 儲蓄型 美金定存 這三個我覺得是 比較無害的 當然儲蓄型買下去 他的邏輯就是 綁你這幾年你錢都不能動 你如果動了你本金可能會虧 然後銀行會拿這些 死的錢 他高機率知道你不會動這個錢 他再拿去轉投資賺錢 然後再吐一點利息回去給你 但這三個東西 強迫你存錢 然後起碼通膨不太會被吃掉 非常的 所以不推薦長期 沒有投資就是一件長期的事情 投資可能要做長期 你做短期叫做賭博 短期投資等於賭博 記得這句話 短期投資就能獲利 我舉例什麼叫短期 一兩個月叫短期 啊什麼叫獲利 你得賺個5%10%才叫獲利吧 不然你投資這個 一個月賺0.5%要幹嘛 你投資100萬一個月後賺5千 你投嗎 傻逼賽投 就算賺5千也是浪費時間嗎 然後你莫名其妙把100萬卡進去嘛 你承擔100萬不見的風險 然後一個月後只賺5千 沒有人投嘛 短期投資都是什麼叫賭博 因為一兩個月如果能賺10%20% 年報酬率就是100%嘛 年報酬率只要超過30% 就很高機率是詐騙 超過50%一定是詐騙 記得特克這句話 年報酬超過30%就很高機率是詐騙 或者是老鼠會或幹嘛的 你聽起來會很合理 好像真的有可行性 但實際上 他只是一個包裝起來的騙局 每個月獲利5% 這是最極限的 每個月獲利5%等於年報酬 大概有70% 負利算上去 所以做人還是腳踏實低點 真的腳踏實低點 機會是自己去找的 當你看到機會自己跑到你臉上 有人告訴你有這個機會 那個多半都假的 一定要帶著戒心 謹慎的去判斷 幹 喔 哇 哇 刷刀 嗚 阿卡馬拉夫 嗚呼 我的紫光 好燒喔 山上優雅跟小許都擋不住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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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